昨天晚上我睡得还挺好的 10点多11点左右睡觉 一直到今天早上9点中间就醒了一次 没有像之前那种就是一晚上醒好多次的一个状态 今天早上醒来之后头也不痛了 现在身上仅有的一个症状就是还在咳嗽 还是会咳嗽 然后鼻涕的话也已经没有了 所以整个我的好转 从昨天大家看到的那个日记里面已经看得到 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好转 所以今天早晨醒来的时候 整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还是挺好的 今天的话按照之前的一个计划 我妈妈给我寄的那个抗原应该就能到了 到了之后呢我准备做一个抗原 如果说今天的抗原是阴性的话 我觉得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就可以出去去做个核酸 然后如果核酸结果出来也是阴性的话 明天我就是不是可以回杭州了 然后我现在准备做一个抗原 然后样本处理 然后走开 昨天时被 rats很干润 好 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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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不是意思我还不能走 下午我还没法去做核酸 胃口已经上来了 四个小龙胞已经吃完了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吃的不是很多 然后又经历过大病 所以身体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 我看有医生说睡眠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休息能够让你的免疫力不断的增强 所以稍微休息一下 经过今天这一天的恢复 其实早晨起来到现在就已经好很多了 所以我在上午的时候还工作了一下 包括这个时间段我也开始做工作了 最后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一定要多喝水 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喝的水 其实相较而言还不是很多 所以大家的水不要停 我们也期待大家一起能够共克难关 尽早的恢复我们的生活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您 — pessoal —今天的静代 好 好的 然